男主的環境球員 沒有這麼好 那一下子從原本的SBO 然後一直過得到體聯盟 現在體聯盟 總共17隊 目前感覺是蠻缺球員的 所以希望指標有什麼變 我覺得不錯 因為這樣可以製造 很多球員的上機舞台機會 真的 那各聯盟是7隊的看法 就是對大環境來講是還不錯的 因為就是 因為你球隊多球員的工作機會就多嘛 那對很多媒體多人 上台大球機會 然後譬如說大學一畢業 就直接選這套職業的機會也蠻好 所以我覺得對大球員 就是對球員來說是非常好 畢竟你球員練球很辛苦 所以我覺得需要的還是要我 畢竟裡面球員太多 沒有發揮的舞台 我覺得就是蠻可惜的 那我覺得現在這樣子 我覺得對球員是一定要有好處 就是我覺得 就是讓蠻多喜歡籃球 就是想要挑戰籃球的人 有更多的機會 對啊 畢竟現在這個籃球資源 都很容易 所以很多球員 很多球員也會一片石出來 然後一片石出來 那隨時對 總大學看企業的學生 就有機會可以挑戰這個職業 對 或是在SBL 或是T1 他們都可以走 打這個職業 我覺得都是很好的 對 台灣南海也有四個號碼 所以我也很希望可以持續下去很久 我覺得現在就是剛好環境就是很好 然後讓球員有更多的舞台可以發揮 然後更多的就是素人球員 你是有機會到線上來表現自己的球技感嗎 這要兩個點吧 第一個點我覺得是 就是主場的氛圍 看主客場的那種張力 看會有多激烈 然後再來就是想要看就是 各隊的行銷能力在裡面 對我覺得這兩點是我覺得我最期待 也最想要看到會有多大的變化 進場的球迷啊 還有一些就是 可能周邊的一些行銷啊 然後跟一個比賽的那種氛圍 是跟SBL可能就會有一段的落差 對啊 然後就很期待說 到時候呢 因為我們也其實說真的沒有打過職業演賽 所以不知道那時候這個氛圍是怎樣 但是現在有機會進入職業演賽 對 那個主客場制 因為可以從跑跑去啊 所以我覺得這樣 我覺得好像蠻好玩的 對然後就可以感受到不同的地區的熱情 對 我最期待的T1就是 比較期待希望有更多的觀眾會進場 就是他有更多的 我希望到了職業賽賽 我希望可以看到滿層的觀眾 因為就是 每一個打的球員 夢想是 能在這麼多的觀眾下打球 是因為是個半職業的球 這個比賽 那到了T1到職業隊 對那很容易自己也可以當職業隊的球員 那 也很期待我們行銷方面 就是到球場上面跟很多觀眾 那些一些東西 對 在比賽上或是跟全職人 那不是動態 其實都很期待 我覺得是洋將 對啊 因為就是 自己打球這麼多年 都遇過滿多的洋將 對那 新聯盟 當然 期待是 跟一些 譬如說 大學剛畢業的一些年輕選手 交手 以外 在洋將的 對位上面也是讓我們很期待 海神 是家人龍貌 然後他們原班底也差不多 大概部分這些球派 所以 一個隊來講的 實力平均球 他們會是 我覺得對我們來講是會有 抗衡的一個球隊 也蠻期待 就是看龍貌加入他們這個 團隊 會有什麼 跟不一樣的化學變化 海神吧 因為目前是 海神人氣最高 所以我覺得 還有他們是 他們場館在巨蛋 我覺得 跟他們交手應該會 非常刺激 鬆敬特攻 因為 他們有血靈 對啊 然後 也是算 因為那時候我在打 SBL的時候 其實 好像 遇到他每幾次 他就 所以 蠻期待跟中心 可是我交手 加上他 他們有一些 還不錯的女性選手 阿巴西 謝亞天他們 T1 畢竟每一隊都是新的球隊 那 我 很期待跟每一隊 都交到什麼 目前應該 太深浪了 對 因為他們 補強了 然後跟一些洋將 確實在整體陣容上 都還滿完整 所以他們期待跟我們 我覺得每一場都很期待 畢竟可以在 球迷粉絲下面 比賽 你自己會做好自己的版本 也 希望可以打出很精彩的比賽 呃 就自己還喜歡打球嘛 那剛好 有這個機會 然後 跟嚴格友聯繫上 對 然後 就是在外球場 大致上是這樣 就是 呃 就是我自己在台中的生意 也算 在穩定發展 對 那剛好 這個 時間可以讓我 再去 回到我最愛的運動 這樣